对于有车移族来说,这个冬天可能会显得无比寒冷,在国际油价不断走高,能源供应紧张的背景下,国内油价随之水涨船高。 10月初国内油价迎来12连涨之后,全国大多数地区95号汽油的单价已经突破8元,92号汽油也涨至7.5元每升以上,预计也将重回8元时代。 在欧佩克未明确表态增产的背景之下,下一条价床口国内油价继续上涨,几乎已成定局。 根据今联创的策算,截至10月10日第三个工作日,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81.58美元每桶,变化率5.6%,对应器材油价格上调245元每多, 这可能使得一周后国内成品油价格可能每升上涨2毛左右,全国各类企油价格都要接近或超过每升8元的水平。 四连涨基本上是板上钉钉,具体能上涨多少。 还要看最后6个将一日情况,什么都涨了,人生不用怀疑。 昨日我们说到,不放人材料,物流等,发出条价,上涨的还远远不至这些。 另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,在近日跑高速的时候会发现,下高速的时候交的费用好像高了不少,全程不到1000公里的时候,货路费已经达到了500多块了,这么算下来都快赶上油价了。 而且跑高速的时候,需要经常的注意车辆的车速,根据指示牌的要求提速又降速,这样下来汽车的油耗也是非常的大的。 有些车主为了能够不被测速电子眼抓拍到,所以开车的速度会比较慢,但是这样会导致下高速的时候会出现超时的问题,车主在下高速的时候,还会因为超时而交外的高速超时费用。 中国的高速收费标准每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,一般情况下位于银海城市,或者是一线比较发达的城市,这些地方的高速过路费用的标准就会比较的高。 像是这家江苏一带,高速过路的费用已经超过了每公里0.6元的单价了,位于内陆城市的车主们应该感到庆幸。 高速过路费用相比临海地区要少了很多,按照目前的形式,高速过路费用还是会继续调整的。 另外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,很多车主在驾驶通过桥梁的时候,还会被额外的收取过桥费用。 买完了车,就在不停的消费,油价在涨,高速过路费也在涨,超市要罚款,过个桥也要收费。 这车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开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我们下车 hospital车站到那个图收取桥费的和桥费的和桥费的和桥费。